哈喽大家好 看我在哪里 这是一个离我住的地方 大概开车要半个小时 这边已经很靠近山上 前后都是山 这边也是山 后面也是山 这是一个小公园 有打球的 打篮球的 小孩玩的 今天还有人在过生日 那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呢 今天是我带我的孩子 那个老二 Chris来上表演课 来这边那么远 上一个表演课 他大概上了一个月吧 然后之前的话 其实我也想过让他去上 但是一直就 他没有很愿意 然后我也不想push他 那后来是因为他有个同学 跟他上武术课的一个同学在上 那就他有伴嘛 有了伴之后 他就有动力好玩觉得 所以那我就 他愿意那我就顺水推舟 就让他去上了 这样也挺好 我也不给他压力 我也不太就是啊 特别怎么样的去关注他 你学的怎么样 在家里的时候也要练 然后这样的话 你上课会更好之类的 我这些都不说 我就想让他去好玩 然后慢慢的他对这个东西 产生了一些兴趣也好 或说得到一些表演之外的东西也好 例如我最希望他得到的就是自行心 因为我通过上表演课 我也是增强了我的自行心 所以的话我这个觉得这个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面对镜头嘛 面对陌生的人 然后跟不同的人搭戏表演 这都需要一些那种胆量和自信的 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 我觉得这就是你 不是一定要去做演员 这都有一些好处吧 我所以就决定他趁他有热情 我就让他支持他去上 那他上课 那我就跑到旁边的这个公园来坐坐 跟他聊天 之前也有带小的 就是老二和老三一起来 那他上老二上课 那老三我就带他到这个公园来玩 也挺好的 然后今天就跟大家瞎聊一下 因为昨天做了一个视频 说最近的一些变化 一些异团招啊怎么样 然后也说了 我昨天去一个这个 长篇电影的一个 做一个reader 那昨天就去了 挺开心的 然后两点多到那里 啊不 两点钟不到 到那个地方 然后接着就一直到 大概五点多钟 跟五个小演员搭戏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六场戏 然后每一个基本上 都会有两次到三次 刚开始的还有一些 做了三次四次都有 所以蛮过瘾的 就蛮好玩的 就是也对我 因为我也把这个reader的工作 当成是一个表演的练习也好 一种体验也好 从中去体会不同的这种剧本 这个人物 然后包括跟对方的一些这种互动 一种相互的一种推动 我昨天见到的那五个小演员都挺厉害的 都挺有经验的 他们拍过很多大的戏 我觉得从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五个人当中呢 有好几个都是准备的非常充足 就是道具啊 台词啊 你看六场戏都记得一清二楚 当然那是callback 可能他已经做了好几次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职业的精神 专业的精神 有一个还演了四五年了 就孩子也就是个 最大也就九岁吧 九岁 不到十岁 但是他演了有四五年五年 那我觉得比我直立都老 然后也小孩子很纯真 我觉得他们演戏 其实要比很多成年人都强 成年人可能太多自己的 个人的一些期待和设计啊 想法这些东西在里面 所以导致你演的多数出 出多数的新的成年演员 会犯的毛病 在刚开始演戏的小孩身上 不会出现 然后稍微有经验的小孩演员 他除了他有纯真的一面 他又有受到一些专业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挺厉害的 那这个戏呢也很棒啊 他当时拍了个短片 在疫情期间吧 好像拍了个短片 然后获得了 坎城 就是嘎那的一个入围 所以的话 因此的话 这个片子应该是得到了一些投资了 所以他就有机会把它拍成长片 那拍成长片 因为那个男主角呢 就是我去做Reader的这个角色呢 也请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演员 我暂时不好去公布 但是我觉得挺棒的 我觉得就是做 就是刚出 刚出来的电影人导演吧 包括学生 我觉得要有一种就是胆量和一种自信 或者是你从你的身边周围最 让你有感受的故事开始写出来之后 你要有胆量去 think big dream big 就是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想 我这个剧本可能别人看不上 我不可能cast到一个好的 或者有名气的演员 事实上是不一定的 有很多 有名气啊 很好的演员啊 他们也在找一些好的剧本 好的独立片 甚至是低成本的 甚至短片都有可能 因为 每种片有每种片子的价值吧 你说小片子 短片 学生片 独立片 虽然 感觉是不成熟 但是 他给你的空间比较大 特别是给一些 他就 特别合适的好演员 出名的演员 那个空间那就更大了 等于说一起来创作 比起你去演一个很商业的片子 从热爱表演的角度来说 是更爽的 你可能演一个商业片 今天是拿的钱很多 但是可能你自己都会觉得 哎呀 这不就是赚了一笔钱而已 然后 然后 吸引了很多 拿着爆米花 吃着爆米花的观众而已 可能对你自己的挑战来说 对你自己的这种追求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满足感 这就是我的体会 昨天callback的五个演员当中呢 其中有两个是我认识的 那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又跟他们再一次对戏和见到面 希望有梦想有想法的朋友 大胆地去追求吧 就是在保持与家人啊 朋友啊 身边的人一种 很和谐的一种状态之下 追求你 大胆地追求你的梦想 为什么说这个 就是因为昨天的话题 为什么我遇到了生意上 生活上各种问题 那我还是在坚持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就是一种平衡 如果你光光是 所谓的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 我的艺术 那其他都不顾 生活也不顾 家里也不顾 生意也不顾 那可能也挺难的 也会令到你更难 OK 这就是我的瞎说吧 就是今天在这里 在这个那么漂亮的环境里面 跟大家瞎聊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希望以后我的节目 也多一些这种简单的视频 也就是拿起手机就录 想到哪 说到哪 这样快一点 当天拍的视频 当天就发出来 给大家分享 这样的话能够更直接 能够更 快的跟大家交流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给我点赞 订阅 这个我又啰嗦一几句 我不是有50天 没有更新视频了吗 当时是刚刚 达到1000个粉丝 然后突然就感觉 刚才那些问题 很多生活上 工作上的问题 就没有那么有动力了 就停下来 然后这几天 我好久就没怎么去看我的 那个YouTube的后台 然后这几天一看 我没有录视频 我没有发视频 停了那么久 反而增加了20多个订阅 所以这又无形当中 又给我 给我带来了一些动力 就是说其实还是有人看 我这些看似无聊 我自己认为没有多少意义的视频 所以的话就还是坚持做自己吧 你想表达什么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 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批评 也不要太过于去享受沉迷于赞美 赞美也是你也不要太在意 不要把它太当一回事 就是特别正常 骂赞和不赞都是正常的 OK 拜拜 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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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旦